泰老师的泰 如果 希望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给我一个like 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 留一个 给我留个言好不好 我现在有人给我一个like 有些video给我一个like 有些人看到我的极大的video 但是还没有人留言 我希望你可以做 第一个给我留言的人 好不好 我知道我有点傻 泰老师有点傻 但是 我们不是来看泰老师傻傻的 我们今天是来学汉语的 OK 开始吧 Again Please like subscribe and comment 谢谢 好的 我们今天看一下 这是我的email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会让你email给我 好不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有哪五个词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包子 包子 steam bond if you're from china you ever had this so good ok and ok before i start 在我开始之前 跟大家说 我们时间的 那一轮已经结束了 好不好 HSK HSK 3.0 所有跟时间有关系的字和词 我已经介绍完了 现在呢 我们的topic是食物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介绍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介绍HSK 3.0 所有和食物有关系的词 还有 还有字 好不好 这个第一个 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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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am bond with stuffing ok 对不对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好的 第三个 菜 菜 菜 在中文里有好几个意思 对不对 可以指蔬菜 也可以指dish 可以肉菜和素菜 对不对 如果学过一段时间的中文的同学们可能都知道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还没有学会中文的呢 给大家看好 菜这个字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意思 英语里面我们叫它homophone 对不对 它字是一样的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意思 第三个 茶 茶 茶 是t 对不对 好 我们看第一个字 包子 包子是什么 嗯 这个包子看起来就很香 对不对 我们怎么写呢 包子怎么写 我们看 首先 它像不像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呢 它把它的拳头握住了 然后呢 这边呢 下面呢 它又握住了一个曲 这是它的大拇歌 然后这是它的手 它又握住了 像不像一个人把手这样包在一起 对不对 这就是包 我们包包子 就好像我们把手包在一起 然后子呢 子 子就是有名词的一个意思 有一个后缀 后缀 加上子了以后呢 这就变成了一个object 对不对 它从一个动词变成了一个object 包子 我们就知道吃的东西 不是说包包裹东西的这个动词 对不对 好 非常非常好 好 我们去看下一个 杯 杯 我们刚才讲的collective noun 对不对 我们的量词 杯 好 哦 这是一杯水 两杯水 哦 你看这 这有两个杯子 两个杯子 它在这玩游戏呢 对不对 杯怎么写 非常非常简单 大家还记不记得怎么写木啊 啊 一 把一变成十 给十穿个裙子 变成木了 对不对 木旁边呢 再画一个一 一 这是它的裙摆 这有一条腿 然后呢 另外一个裙摆 对不对 这就变成了杯子 这就是这个人呢 人旁边呢 他吃了一 人旁边他有一个桌子 对不对 他桌子上放了一个杯子 我们再写一下 一 二 三 四 我们画一个桌子 然后一 二 三 对不对 好 非常非常好 我们到下一个 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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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们看 这些都是杯子 对不对 非常好看的杯子 好的 我们杯子 怎么写呢 跟刚才一样 跟包子一样 对不对 我们为了 把这个量词啊 把它变成名词 我们后面来加个子 对不对 首先我们画个杯 把桌子弄好 哎呦 这个字写错了 我们再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子呢 子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长得有点像一个孩子 然后两只手伸出来 啊 给我一杯牛奶 给我一杯牛奶 对不对 好的 非常非常好 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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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啊 啊 dish dish 对不对 好的 我们看看这个dish 哦 这些其实都叫做菜 尽管它是肉做的 但是它也叫做菜 啊 菜不一定都是指vegetable 它也指一个已经做好的一个dish 对不对 做好的一个盘子上面的这一盘子食物 好 我们看看菜怎么写 上面呢 有个草字头 对不对 下面呢 我们把彩色的彩的那个字 借来发音 对不对 但是这个其实看着也像是 也像植物 你看这有点像一个lattice 对不对 叶子 然后上面这个叶子的那个脉络 对不对 然后呢 lattice长在哪啊 长在地上 我们用木桩子给它切块地 好 上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菜 这是一个菜 好的 非常非常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最后这个字是什么 茶 茶 哦 大家喜不喜欢喝茶 太老师喜欢喝茶 但是觉得 有的时候喝完茶睡比较酵 我感觉茶比咖啡的那个劲儿还大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我们看一看茶 茶上面呢 有一个草字头 对不对 因为茶是从茶树上面摘下来的 所以它是植物 植物都是有草字头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 茶树啊 它长的都是这个样子 茶树是这样的 两边的这样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是一个采茶的一个女生 穿着很漂亮的脚 鞋 对不对 然后这是她的裙子 她过来采茶了 对不对 云南有很多茶叶 然后有很多漂亮的采茶的姐姐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么记 茶 茶 好的 好的 我们今天的字就讲完了 好 跟我们一起复习一下 第一个字 包子 包子 steam bun 第二个字 杯 杯 cup it's a collective noun 杯子 杯子 是cup 菜 菜 是vegetable 或者dish 茶 茶 是tea 对不对 OK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 欢迎你给我发邮件 comment subscribe my channel click the like button OK 所有你能够支持我的方式呢 都请支持我好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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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 一定要让我知道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好不好 好 我们就这样了 再见 明天 咯 咯 咯 谢谢大家